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彤 立哥 立哥 瘦了 哥 你也瘦了 哥 都准备好了吗 都猜好点了 二屁股呢 弄家不事了 咱就上巴地亚洗个外高 走吧 走吧 走 走就快点啊 跑车了 不懂事 走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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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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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现在都不实行客这个大笑话 兄弟 邀户给这儿打电话 现在事先刻 洪总 我 老师 万华酒店那边出事了 赶紧过来 来了 跑哪儿去 是 怎么着 麻烦 谁让米娅跟着爬活的 你啊 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看什么呀 怎么着 你在这个路上尿糊呀 你算什么玩意儿 我在这儿尿糊 我算什么玩意儿 这酒店都是我的 明白吗 这个酒店是你爹的 他都没说啥 但是老子说了算 是你们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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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小伙子 那小伙子是谁啊 哪个 白帕帕那个 万黄的大公子林江 纯粮闪跑 找他爹差缘了 他爹 林志达 啊 大人叫零百万吧 原来靠林包发家的 后来 人弄个酒店 林江好像是 这两天才从外地回号的 你啥呀 吃了一个 走了 白瞎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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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个万黄就在门口 都来几个人 打起来了 啊 一安不要了 哪呀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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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哥哥呀 他是警察 警察 停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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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最恨你就是他 我知道 我知道他肯定带着枪呢 他肯定带着枪呢 熊二哥都已经死了 三年了 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顾问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你心里憋着枪 你看他 门店 地址 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 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 哥 给我寄好了 给我老实的 干什么 你把我寄好了 我寄好了 寄好了 我寄好了 来 别打了 听电影 来 别打了 别打了 把东西放下 没完了 怎么回事 他们打人 你来得太好了 他们家庭闹事 还打人 还把我车给砸了 你把家庭全抓了 干你个瘪足的事 你妈妈谁都烧了 行行行行 咱不跟这儿烧烧啊 你俩领的头 都给我回局里 咱回局里说 好吧 走走走 警察同志 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 我是受害者 他把路拦着 我胜利做不了 把我车砸了 我损失算谁的 放屁 别跟这儿抄抄啊 这都一个公司的是吧 那谁砸的车 谁撞的车都出来 他们砸的 你看 他把我兄弟砸的 嘴巴都给打祸了 我可没动手了 都是他干的 是 你别走了 你站这儿 警察同志 你干什么啊 静谱什么 别动 别动 静谱 别动 静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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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走 静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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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下了个啥玩儿这是 碰碰车啊 不懂别跟这下说�� sto 这叫双聚残聚 其谱上的 确谱 不是这 是还看书呢 这看上来 这不咯就给僵死了吗 你动啥呀 你垫个锯 我哒下来 你再走往哪走 你喀啥喀呀 黑的走完了 现在人该红的走了 别倒了 该活去 该红的走了 那红的都一样喀的吗 你看你干活去你听不见啊 这一个人没来 干啥 集体迟到今天啊 就一人迟到了 顾老师早就带人开上会了 开啥会啊 哥 不是说开会吗 这玩啥呢 跟这儿 干 雷哥 你要是不迟到啊 咱们会早就开完了 那整啥啊 我干 那个 郭亦然让他俩的闻毒品 不闹 你整这样玩的干啥 再给整中毒了你再 你看 听 听 听 没有经过高温燃烧的反应 是没问题的 我就是想给大家 新添一项技能 顺便把上次拉掉的 毒品气味课给补上 上次不是抓彪子吗 行 你给我说说 你闻着啥呢 我这瓶 有一种油油的感觉 像我家肉摊的味道 对 是有一种猪油的味道 你闻的是大麻 大麻就会有一种油腻感 啥啊 记没记住啊 你记没记住 我记住了 妈 这费劲你说个话 你呢 我那个 我形容不出来 没关系 你闻到什么 感觉到什么就说什么 哦 我想想了 有点像我小时候去爷爷工厂玩 闻的那个味 这咋的 小时候家里干过制毒啊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爷爷以前是不是练钢厂的 你咋知道 有没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哦 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股金属味 因为你闻的是冰毒 它是化学合成的 所以会有一种重金属的味道 我说什么 刺鼻又熟悉 我记住了啊 来 你试试这个 我闻啥闻呐 品鉴品鉴嘛 大白兔嘛 什么品种啊 摇头丸 摇头丸 我有一天抓那么些 我还不知道这味儿呢 一进门就闻着了 厉害啊 挺香啊 摇头丸就会有一种 类似于奶的香味 其实咱们抓毒 和中医问诊方法十分相似 望 闻 问 窃 望就是观察 侦察 闻就是我刚才教你们的 问就是盘问 沟通 从对方的知言片语中 找到线索 窃就是 一顿胖揍 也不能这么说 面对冥顽不灵的歹徒 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 爱的教育 爱的胖揍 就只揍 这课行吗 你早咋不给他们唱这课呢 还有几瓶别的 试试吧 试试呗 整 seeking 我 在乱 的 起日 endured 所有的 找人 把我 找人 就有 你找人 在乎 找人 你找人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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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五万 秦老板 又要开大车啊 慢慢来嘛 抽烟光抽不吐 多没意思啊 邀机 就别了 喝了碗不吃了 小屁伙 没啥意思 最近也有几家KTV扫房给封了 你们蓝激光生意倒是不错啊 但我这里的钱怎么不见多啊 老高 都啥时候了大哥 你咋还有心思搁这玩牌呢 是啊 秦总 我们都让欺负了 对 我们还有几个兄弟也被抓捕了 那能撤坏了 换谁啊 那能撤坏了 换谁啊 撤坏了 秦老板 老板 我们已经睡了 先走来 我再去看看账本啊 你们这里肯定有点误会的啊 快进 坐 想进来就进来 别堵在门口 快住去 我们现在锁定的各大娱乐城 都存在这一现象 可是它的运货渠道到底是什么呢 而且咱的人一直都在蹲守 就是摸不着他们到底啥时候交易啊 真就奇了怪了 小光 我要是给你二十斤户 让你帮我散到这些地方去 你怎么弄 要是我的话 我就先隐藏自己的体貌特征 穿的衣服和装毒品的包 颜色不能太显眼 那这些地方离得远的话呢 开车呗 汽车或者摩托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死蹲着你 是不是早晚蹲得着啊 你这么说吧 也没毛病 但我可以一直换车呀 我一直换人也没问题呀 你有多少人呢 给你五十个人够年换吗 你要有钱赚 人还不好找 拉倒吧 你就算是有那么多人 你哪儿来那么多车 不是 人够车够 也找不着那么多想随时说换就换的车 这娱乐城供货量这么大 肯定得用到车 我想来想去啊 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 数量够多 能随时换 又不眨眼的车 最好 只有这个 出租车 我 老金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 搞一家正规的出租车公司 我们做的生意 并不是开出租车 你刚才进门那劲哪儿去了 怎么不说话呀 说啥 你让我说啥大哥 小崽子骑我婆那儿拉把吧 我不整死她我以后咋出去混 今儿说啥都不好使 进 我可以 干爹 坐我下架 晓涵 二斤叔 二斤 我让你做我对家 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哥 我二斤杀人 你应该清楚 我从来没想着 要跟谁去换风儿抢风儿的你 我就想不明白 咋的呀 那公安局他老林家开的 咱们的兄弟进去好几个 他这啥事没有 凭啥呀 晓涵 你说说你都查到什么了 林志的安眉在哈岚 她人在盛城的万黄 林江是刚从北京她妈那块回来 没多久 看见我们出租车生意好 她弄了一批黑车拉火 目前主要是从KTV 夜总会 机场 车站 拉客人 全往他们酒店拉 规模有多大 目前不大 二十几辆车 你是现在刚二十几辆 你知道这么发展下去 三个月半年之后呢 还有咱啥事啊 晓涵 要不你今晚上跟他谈谈 行 他跟你啥意思啊 你让他谈去 他能谈得了吗他 上回小白楼那事就没整明白 给咱添朵的赌啊 叔 话也不能这么唠吧 你替干爹传话的时候 只说宋家兄弟有问题 让我去盯着点 你也没说他俩那天要走货呀 那我要告诉你他俩走货 你乐意去呀 还说你这一天天呢 你啥也不是 这不行了 那不碰了咋的呀 你是出来混的 洪荣的生意从头到尾 我就没碰过 干爹也没逼过我 怎么的你就非得逼我呀 再说了 那天我就是去盯个梢 我一去那哥俩死那儿了 我能咋长啊 这事怨不了我 罢了你 你这一天天 你啪啪啪啪啪的 罢了你就欠熟是你了吗 二斤 你刚才也说了对方是这小崽子 你掺和进去不合适 年轻人的事情 就让年轻人去解决 明白了 干爹 那没事 我先走了 走了 叔 你他妈好笑你啊 我回头安排这别的事情 给你办 我教你打拳 教你打拳 那来 你手这样 走吗 哥妈 去哪儿啊 疼 干爹 我 黑车不坐不坐 不坐不坐 走吧 咱们这个便宜哥们 不用了 谢谢啊 咱们这个便宜 哎呀 哎哎 哎 出足道了 提出 真便宜了 你看 你看 有便宜不坐 哎 师父等一下 哎 那个 咱分开坐吧 命中率能高一点 行 那你上吧 我跟国主等下一两 我今天鼻炎饭 我闻不着味 哦 哎呀 你这什么闻 进进去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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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哥 有人找 小林总好 用你们这边话怎么说来着 来了一个小瘪犊子 标准 秦逸那老家伙怎么没来啊 我可没空跟小崔不儿聊啊 小林总 我叫江浩海 替我干爹过来跟你聊聊 就你啊 就我 有朋友说了 咋可能 师傅 快边停一下 好啊 师傅 慢点难受 好嘞 一笔机咋还掉了你 师傅有手电吗 让我招手吧 来给 谢谢啊 人了这是啊 哎呦 刚才那俩女的肯定插香水了 肯定的呀 味儿臭的 是飞眼这种 身上都是 我这鼻眼我都闻着了 哎我 哎 车来了 走吧师傅 兄弟 你知道什么叫 商业交流交换吗 马丽儿让秦毅过来 他来不了 你赶紧滚蛋 我没空给女儿八八 走 滚蛋 小林总 哈岚 是我们的地盘 这不巧了吗 我抢的就是你们的地盘啊 怎么了 您都这么大一万黄酒店了 至于跟我们抢事吗 我也没办法呀 我楼底下开车的兄弟等着吃饭呢 你说让我怎么办 那好说 你把你的兄弟 跟你那些车都转给我 你管不上他们吃饭 我能管 你压说什么呢 要不这样吧 咱们合作 我可以让你的车继续开 我还可以让你的兄弟们排龙头拉火 但是你每天每台车给我交八十 你的兄弟们要吃饭 我的弟兄们也要吃饭 你不能把筷子伸到我的锅里挽 你说呢 能合作吗 我拖死你 我拖死你 分手 さhead 家庭 дум家 那你 tecn化了 跟我走 干什么 继续 就是你 等等 ond issue 什么事 你 我 我的annoy 分手 我 你 packets 你 是你 走 白癌 来来来 säger해 我告诉你 来来 我把过 Turn 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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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我今天要干死他 我怎么要把他干死 妈呀 我怎么要干死你 我怎么要干死你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喂 站住 别过来 别 别过来 我再问你一遍 能合作吗 听你的 听你的 听 好 救我 救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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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回车 快 快 回车 快 押一下 扳头 快走 上 快点啊 快点都跟上啊 雨上 快点 快点 走 走 走 跟上 快走 对啊 看没啥帮人了 走 我都对啥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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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是他们先动的手 别说话了 快走 别开话 卫哥 咋回事 快点 快点 谁啊 一帮小孩来你打寻价 我先去闪他们去了啊 来 你先回去 我晚点儿 别乱 丁老 来了几位 坐 坐 随便坐 几位您 坐这儿吧 您看看您吃点啥 这是我们这儿 菜单 您看看 你们这儿都有啥特色 就是大鸡架 铁锅炖 那就先整几个鸡架 鸡架 爸 叔 回来了 闺女回来了 你哥呢 你哥呢 加班呢 又加班 他说他晚点回来 那你们先坐着 好 妈 回正是时候啊 啤酒 没事 来一打 酒 来一打 就这些 先整个 好 几位 稍等啊 花生米 排黄瓜 四套鸡架 铁锅炖鱼 我让给我啤酒一打 值得了 爸爸 啤酒跟凉菜快点啊 您稍等 这就来 这就来 一会儿找个茬 行 老板 快点啊 老板 橡红 搞什么啊 挺配合的 咋的 court 304肉 散愛老 incap 鹿 焦 들어오 大哥 可以啊 谢谢大哥 真看不出来呀 挺能打 我不是坐个牢吗 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 老别人欺负 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 练了几年 才慢慢地站稳脚 是有点伸手 但纯粹是为了自保 上回跟我们办公室问你话的时候 弄出那个娓娓缩缩 爱欺负的样 跟我俩演了是吧 真不是大哥 打架我是不怕的 出人命的事能一样吗 那是真怕 今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打着林江 他给我们抢地盘 抢地盘 哪个是你家地盘 我们家开出租车公司的 他弄了一批黑车跟我们抢生意 还找人把我们司机给打了 你家不是开药店的吗 那是我姐 这是我干爹 哪家公司 一丰出租 你干爹是秦毅啊 你认识我干爹啊 我问你话还是你问我 你现在除了在玻璃厂当保安之外 还给秦毅当打手是吧 大哥打手真说不上 就顶多是给干爹当一个业余保镖 看着可不业余啊 现在是这样啊 你坐牢呢那是以前的事 现在出来了 有正经工作 也有关心你的家人 所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你自己想清楚了 各位计划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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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做好 就喝到这儿啊 行了 计划 喝 别收了啊 喝 我让老买的 来 说老买的 我拉着我啊 说老买的 坐着 坐着 喝 请 我买的 老妹 还有几瓶啤酒没喝 给退了啊 好 来 来 走 喂 我这就回去 留点吃的啊 我们家的机架 怎么可能会有 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呢 你是不是喝大了 啥大白兔啊 你把这个拿到后处去 我去收拾那种 你把这个拿到后处去 好 好 好 某本人嘛 这饭怎么做的 我还很快 带你爸妈赶紧从后门跑跑 报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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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迷忽暗的回忆 藏在雪里 若隐若现的轨迹 通往哪里 他或他或他 在诉说着什么道理 我却听不清自己的声音 在世界荒野里 追寻着未来与过去 是轻功尽力 还是犹豫不决的 去面对这个游戏 真想过在黑夜里 今后结局 是谁在意自己的鲜血林里 写下故事里 那无尽的残缘断笔 真想过在黑夜里 今后结局 是谁在意自己的血肉秩序 写下故事里 那无尽的实情怀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